漫漫illed 哈囉大家好我是花瑜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招練功法材術 那在開始介紹之前我得先說 這比較適用於小資以上的玩家 就是你得稍微花一點錢才判得到 但是結論來說 絕對是賺的 好 那我們進入正題吧 其實這招不是我發明的 故事是這樣子的 11月4號我本著風景之後 晚上繼續來練戰地角色 剛剛看到8號有一篇文章在討論 封閉掉落相關資料 裡面有蠻多人在討論的 但好像已經是一兩年前的文章了 結論是說 66%吊寶率就可以達到 100%掉落封閉的情況 順帶題作者指出 增加的掉落機率是採乘法計算的 這點我認為特別重要 於是提出來 方便大家可以自己計算自己的吊寶率 為了達到100%掉落封閉的目標 我選擇了這些裝備 1.大魔 2.我的小魔 其實什麼裝備都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戒指比較方便 而且又便宜 就選戒指了 除了雙掉法以外 地上蠻潛能 我有特別挑了全屬 因為全屬的話 就每一隻分身都 適用這套裝備了 畢竟都是分身 一大件補一下攻擊嘛 打到門檻之後 再來就是要想辦法 提升我們掉落的封閉量啦 簡單來說 一個是直 一個是量 道具掉落率指的就是量 封閉獲得量指的就是直 我們先滿足了量這個條件 再來就是處理我們的直了 第一 我選擇神話耳環 並且配上三封閉的潛能 因為戒指分身還是非常需要攻擊力的 而且神話耳環 物攻魔攻都適用 所以這件裝真的再適合不夠了 再來是頂界 但是挑頂界沒有特別的原因 只是因為 拍賣裡面只剩下頂界 有偉奧的潛能了 所以第三賣潛能 就沒有特別去追究全數了 因為賣完啦 接下來 咱們來說說 我覺得 值得推薦的點在哪裡 一開始 我們得先花一些錢 去喊商人 買裝備 這也是為什麼 我說比較適合 小資以上的玩家 因為得花一些成本 在裝備上 買了之後 就開始敲怪練功 以我自以為例子好了 我把自己的劍好 從200等 穿著這套裝 練到250等 練完之後 我們身上會有 大量的佔力 一 大量的皺紋 二 可理的方塊 三 龍獸卡牌包 四 澳數之河水滴石 五 核心寶石 六 滿滿的大封閉 然後我們把這些戰利品 再賣回去給商人 所得到的收穫 應該是 非常可觀的數字 我的想法是 花同樣的時間 拿更多的寶物 不是更好嗎 但你可能會想 裝備一開始的成本 根本賺不回來啊 一樣 以我自己當例子好了 我自己的神話耳環 在某平台上 買了1700P 大魔花的封閉 55億 小魔花的封閉 56億 影界 整花的封閉 60億左右 在我剪中部影片的時候 艾莉娜的幣值是 1比850萬左右 也就是說 一塊台幣 可以換成 850萬封閉 我們把裝備 全部換成成 台幣的話 就是 56億 加55億 加60億 除以850萬 結果四神五路之後 大概是 2012元新台幣 世界末日 呵呵 還有 加上神話耳環 差不多是 3712元 這時候 我們來 統計一下 我們 劍豪身上 全部的 佔領尾 8 好 那個 我們 這支劍豪 捏到 250的 也是 終於畢業了 然後 我們就要 裝備 合計 下來 核心打了 1495顆 然後 看一下 封閉打了 85億 但是 我們還有吃掉一堆 ARC 升等了嘛 所以 封閉大概是打了 90幾億吧 90幾億的封閉 然後水滴打了 68顆 再加上這個 咒紋幾組 123456789 我好像他有抽掉一組丟到拍賣吧 好 就是將近10組左右的咒紋 一組 9000 所以我們打了9萬張 誒 是這樣算嗎 9萬張的咒紋 好 隨便啊 就這樣子 好 所以 我們實測這套 封閉吊寶裝的威力 果然是不同的方法 封閉這些多到你用不完 練功又能賺錢 這個 套路很好吧 這些戰利品 折合下來換錢錢 不管是台幣或封閉 對練功的消耗品來說 也算是不無小不把 練等級 其實有非常多道具 但 多半 是要花錢的 舉例來說 消耗品的部分 變分身 所需要的核心 殺寵物 所換的藍卷 傷錢加倍 還有很多 一個 就要吃掉你一堆利用錢的 吃錢怪 像是 輪迴 或 燃燒 土形戒指 賤人點字 畢竟開了 如果秒不掉 好不如不要開呢 核心我們打了許多 雖然 是無法交易的 但給自己用的情況來說 也不用 偶爾花錢去買了吧 打到的封閉 可以透過封閉商城 完成點數 買你喜歡的東西 抽抽水溝 之類的 或直接賣成財幣 長久累積下來 也是一筆 不小的財富 久而久之 積少 成多 那當你練完了 或不想練了 要退股 要出國 要結婚 要幹嘛 的時候 這套裝備 這套裝備 你可以再賣給 下一個 有需要的人 也許脫手的價格 不會跟買來的時候 你模一樣 市場 的活動 嘛 但 一千塊的東西 總不可能 剩下十塊吧 搞不好賣掉的時候 裝備上漲 還賺了十幾塊差價 又多了一個小確幸 人生 開心一點吧 我總結了一下 我們 劍豪之旅 全部的 佔地品有多少 可疑的方塊 3400顆 一顆大概是 21萬左右 所以 304 乘上 21萬 等於 6億 3084萬 核心 1495顆 一顆大概是 1233萬 左右 所以 1495 乘上 1233萬 可疑 184 又 3833萬 零 2835 183萬 我想說一下 有些人 可能會覺得 核心 明明不能交易 不能算在內 但 對我來說 如果我沒有打到核心 我還是得去找商人買 所花的錢 就是 偶外花的了 所以我覺得 打到的 也算賺到的 接著 是 濃獸卡牌包 總共有 559包 一包大概是 190萬左右 所以 559 乘上 190萬 等於 10億 6210萬 巡露奶 還有 紫綠豆的 奇怪藥水 多到包 這邊 就 別如計算了 水滴 總共有68顆 一顆 差不多在 6500萬上下 68乘上 6500萬 等於 44.2億 重蚊 差不多10株左右 一組有9000張 所以我們總共有 9萬張 每張的價錢 是4000塊錢 所以 9萬 乘以4000 等於 3億6000萬 總結一下 封閉 就算90億好了 可疑的方塊 6.3084億 核心 184.3833億 猛獸卡牌包 10.621億 水滴石 44.21 皺紋 3.6億 總共加起來 大概有 339.1127億 的封閉價值 跨算成台幣 大概等於 3989.56元 我們裝備的成本 是 3712元 戰利品的價值 大概是 3990元 這樣的價值 我覺得還蠻值得投資的 別忘了 不想要的時候 裝備 還可以讓 下一個玩家 來接受 取回你前面的成本 哈囉我是花宇 終於 解完這部影片了 這是我第一次剪片 也很多世界都要做得很好 希望大家 見諒 如果你有問題想問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這圖片或影片的話 可以寄到我的email 最後謝謝你開完這部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r 免費的喔 也歡迎你加入我的情況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可愛 有 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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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